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分享了很多的往生故事 我想给大家增加了很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 我们如何才能善巧方便的引导病人有信心 承蒙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殊胜的往生故事 看到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与诸大菩萨接着父亲踩着莲花 被阿弥陀佛的白毫光一下子就射走了 并且也告诉我们 如何对家人开示 要告诉他们 阿弥陀佛就是阿切陀要 万病总治 去西方极乐世界就能把病治好了 你治好了病 可以再回来 我想大家在这个故事当中呢 一定会受益的 故事是这样的 家父孙殿文 现年87岁 家住哈尔滨 2008年8月突然病重 经医院检查 确诊为晚期肝癌 家中哥哥姐姐共6人 没有一个学佛的 虽然早年家父由我代理 为他受过三归一 但是他对念佛的道理一无所知 对于突然来到的病苦死苦非常的恐惧 他更加留恋眼前的儿孙以及家产和田宅 就在家父往生的前几天 我与妻子赶回家中 看到家父已经把兽衣穿好了 当时哥哥姐姐就跟我说爸爸昏死过去了 苏醒后 说他到了人吃人的地狱中 非常的可怕 我到家的第二天 家父再次昏迷了 苏醒以后说 快点给我世界通闭 不然我寸步难行啊 很多人都向我要钱 人山人海的都在祸害我 我赶紧抓住家父的手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 就这样 家父安静了下来 我面对自己的亲人一次次在痛苦中挣扎 哥哥姐姐们都是信其他宗教 不是佛教 我感到很孤独 很无望 好像失去了信心 就在这个时候 家里那边的一位莲友 原来出门在外 刚刚到家 打来了电话 未明白了家父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心情 就告诉我说 既然这样就赶快请圣 愿老人家早点离苦得乐 往生西方吧 具体的做法分两个步骤 一方面 以你们儿女至诚恳切的心 替老父亲发愿此时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其请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 清净大海众 诸大菩萨 慈悲加持老父亲 以及他无始劫来的冤亲债主 重罪消灭 善根增长 蒙大慈大悲阿弥陀佛的慈悲皆引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另一方面 要开示老人家 告诉他得的病在这个世界上是已经治不好了 有一个办法能治好 那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是大医王 万病总治 没有他治不好的病 只要他相信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把他接引到极乐世界 治好了病再把他送回来 就用这种善巧方便 如果他念不了佛那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愿意去治病 就听着我们念佛就行了 慢慢的就一定能度化他 当时这位莲友再三的嘱咐我 一定要以至诚恳切的心来做这一切 就这样 我妻子把莲友的电话的内容全部记了下来 就开始准备了 首先与我两个哥哥沟通 虽然他们不相信 但看到家父在病苦中挣扎 也没有别的办法就默认了 当我把佛像请到桌子上 我心情无比的激动 手一直在抖 一切准备就绪了 由二哥为家父开示 原本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家父 听到能被阿弥陀佛接到极乐世界 把病治好了再送回来 突然睁开了双眼 就问 是真的吗 那我一定要去 还非常的高兴 以后的几次开示 他都睁开双眼 点头表示 非常愿意被阿弥陀佛接到极乐世界 看到家父生起了信心 我和妻子与两个哥哥 以至诚恳切的心 待家父在佛前发愿 此时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全身心的投入一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中 当时我亲眼看到阿弥陀佛 从那张指向中走了出来 那样的亲切慈悲 我听到成千上万人的念佛号的声音 变满虚空法界 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和表达 就在我们带家父发愿的同时 西屋的几个姐姐和嫂子 带着讽刺的语气 嘲笑我再搞一出闹剧 看到他们这样的嘲讽 我更加致诚恳切的 引领着两个哥哥与我的妻子 念着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 突然我心中出现了一个念头 老父亲今晚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现在想一想当时的一切 无故是大慈大悲阿弥陀佛种种的善巧安排 9月24日晚上6点26分 也就是我们带家父发愿 并劝他求生极乐世界的当天 在一片佛号声中 家父非常安详的停止了呼吸 就在那一刹那 我突然看到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 与诸圣众浩浩荡荡而来 家父踩着梁花 被阿弥陀佛的白豪光一下射走了 当时我实在不敢相信 可这又是事实 八个小时以后 家父的身体柔软无比 面色红润 在家停放了五天以后出病 身体既无腐败又无异味 更加的松软 面色如生 在场的人没有不赞叹的 尤其是我那几个姐姐和嫂子 争先恐后的对亲属与邻居讲 这都是念佛的结果 我爸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再也看不到他们嘲讽 嬉笑的表情了 我也参加过不少助念 送往生的 可没有一个像家父这样殊胜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往生案例 非常的殊胜 在这里呢 也真的是随喜赞叹 这一位师兄呢 用这种善巧方便 来度化老父亲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只要他愿意去 佛菩萨一定会来接 所以这个故事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 在度化家人 要让他们相信 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 并且呢 要放这个极乐世界的电影 给他们看 拍得非常的美 一看到这个极乐世界 七宝池 八宫得水 又是莲花 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 都这么漂亮 所以老人家呢 特别喜欢去 我们最大的孝 就是送父母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管我们用 什么样的善巧方便 只要度他们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发愿一定要去 阿弥陀佛都会知道的 一定前来接引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放心 希望天下的父母 都能信佛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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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卅 大佛舞 大余星 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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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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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